一百零八年玉山杯全國輕棒錦標賽 從五月二十二號開始 將先後在宜蘭 高雄跟台北三地開打 以高院工商為主體的高雄市 去年在決賽以五比三奪冠 粉碎了新北市的四連霸美夢 今年他們又找來了浦門中學 跟三名高中的好手一同組隊 目標完成隊時 在玉山杯的第一次二連霸 今年我們高雄的陣容算還蠻好 因為加上浦門高中 還有三名高中的球員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 藉由這個氣勢 今年一起拿下冠軍 因為我前兩年都有打 冠軍賽都是遇到新北 我們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是讓他們知道誰是最強的驕傲 這次的玉山杯跟往年一樣 具有國手臨選的性質 來自全國十八個縣市的精英好手 將要角逐代表中華隊 出征今年U18世界盃 輕棒錦標賽的機會 而身為前職棒球星洪啟風的兒子 憲政就讀於平鎮高中的投手洪成毅 也要力拚國手資格 當然要為桃園市拿下這座冠軍 還要當選這次U18國手 要不要給你什麼儉勸 他說就以平常心去做就好 然後拿出你的本事 每一萬名的輕棒選手 只有二十個人可以當選中華隊的代表 那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榮耀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揮灑他們的青春 來實踐他們的理想 邁入第十三年的玉山杯 是許多輕棒球員 成為國手的夢想起點 包含林姿緯 王伯榮跟陳冠宇 這些旅外好手 都曾經參與這項賽事 也期待今年的比賽 可以讓我們看見 下一個台灣棒談的明日之星 外體新聞採訪報導